二十五號雙北市新增了兩例的確診個案 分別是案二零三九六以及案二零三九七 其中在十九號案二零三九六 就曾經到過台北市和平公路上的台灣師範大學 這兩例新增確診是一對父子黨 兒子在二十三號出現喉嚨痛的症狀 就醫後確診列為案二零三九六 與他同住在新北市板橋的爸爸 被匡列後也確診了列為案二零三九七 差五感染源讓台北市長柯文哲繃緊神經 因為他的足跡遍佈北市 曾在十九號早上到過台灣師範大學 二十號到過兄弟大飯店和老藤咖啡 二十二號在台北市的第二殯儀館清河泰市養生會館 以及陶然亭餐廳 二十三號則是到耳鼻喉科診所看醫生 另外案二零三九零一名三十多歲的女性足跡更豐富 到過乾貴新光三月新一新天地 也有搭乘客運以及捷運 雙北疫情拉警報 捷運公車必須要戴好口罩 但疫情是不是也燒進了校園 教育部證實新增了三例本土 包括兩例大專院校學生 以及一例高中學生 疫情還沒去緩 廉價期間要出遊 還是得做好自勝防疫